去看一个消防水泵的一个故障 它们陆陆续续修了一年多 没找到原因 就是在水泵有的运行好时 有的启动不了 一启动就爆 这两个部分都是这样吗 对 两台都跳 都跳是啥意思 就是一启动以后它直接跳这个咋吗 对 一启动就跳 两台还不太一样 有一个跳得快一点 有一个还能稍微转一下 我看一眼 多少安呢 一百安呢 这不是个楼电保护器 不是楼保 这是星山脚家启动 如果跳吓不吓人 吓不吓人 我说跳的话 我先加个钱表 有时启动了我都不敢靠近 我都害怕这东西启动 有的时候它响 看星山脚家启动它怎么个跳法 就是又转起来以后跳了 两台有一台一点就跳 另一台稍微转一下才跳 直接跳 不会爆 不爆 不爆就行 可以试一下 不会有危险吧 还可以 还可以 你看 我看一眼 你点一下 跳了 就一启动 咔就跳了 对 电流 第一个跳了 我天哪 吓人哪 跳了 先拉来吧 不是 有没有看它是怎么细合的 它就跳了 不应该呀 那电流瞬间很大 是电机切得有问题吗 黄给红 红给绿 绿给黄 电机是可以的 它为啥一通电就爆呢 那螺丝都把这拆了 它连启动都没启动就爆 它为什么电流一大就爆呢 再再耸电 再试 接触器咔一声吸盒了 咋也没跳 它这个 它这个是先兴启动 然后再搅运行 这些都 直接搅运行了吗 没有兴起 听一下 点一下 问一下 看 直接脚运行 它没有兴起 直接它俩吸盒了 应该是 它和它先吸 然后它断开 它再吸 它有时间接电器 旁边的 这几个 调了吗 原来 一直施工单位过来 找它修了好多次 他们可能没调过旁边 这个 但是又没碰到 一启动直接 它电流很大 它有可能直接就把它 把它炸给跳了 刚才都不敢靠近 把时间接电器的时间 给它调长一点 那把这个上起来行吗 把这个上起来试一下吧 另外看下 它水泵电机是多大的 30千瓦 额定电流 54.9A 这些都是新电机 还没怎么用过 一开就跳 就没怎么用过 接上线以后再看一下 转换的时候它就爆 对 转换的瞬间就爆 他们说转换的瞬间 它就爆 哪里的原因呢 这种和电机的接法 有没有关系呢 应该没什么关系 他们说以前 韦宝的师傅过来动过电机线 但是我测的它都是对的呀 接的都是对的 因为还有一台电机 和它一样的 就是这一台 接线方式和它不一样 但是这个能启动 这个运行正常 就是这个接线的颜色不一样 跟这有关系吗 我觉得关系不大 那把这个电机改一下 和那个电机接法一样呢 那这一头的接线也做了改动 黄绿红 接的门问题 接法都对 而我个人感觉 改接线的意义不大 可以再看一下 因为这一台电机可以运行 和它一样的电机 接法啥都是一样的 所以准备接过来试试 这是最后一试 试完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虽然电机啥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得测一下 看看接的对不对 这个很关键 这六根线 三组线圈 两两之间的电阻 没问题 接法也对 启动 嗯 启动 正好呀 那就是这个电 这个闸有问题咯 是不是闸的问题 那再把这个电闸再换一下呢 那就把它两个倒一下 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把跳这个电闸换过来以后 看好不好使 是这个吧 啊 对 闸不好 还是闸的原因 那把这个电闸 换上 把它接回去再试 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是 闸不好 把电断了 我验一下电 现在把两台电机都接回来 只是把它们的电闸换了一下 就光盖上面那个启动 就上面那个启动 这个 现在按 看 多正常 哪哪都正常 它就是电闸不好 但是哪不好呢 很明显这两个空开的型号不一样 一个标着是100 一个是120 另外关键的地方在这 这个钮 现在只到了是600 看把它调到1000 看行不行 扭到1000 这个钮是干啥的呢 是调电流的吗 调到1000 最下头 下面是电流 哎呀 好了 这一开始调 这一开始没调应该 不是 我这搞了一下 我就调这一下就好了 就把它调到1000就好了 他 屁 他这个 钻子其实应该是有个百倍的 哦 终于学了一招 这个 这个不是也跳吗 他这被一个标牌给盖住了 得把它抠下来才能看到 600 600 600是60吗 对 应该这个是 少一个零 多一个零啊 多一个零 我调到1000 送完电 试一下 也好了 也好 那说出去多丢人 这一下午就怀疑这个 怀疑电机 怀疑他 怀疑炸 这么怀疑这个钮 这钮调一下就好 不值得不怪 下次我就知道了 这样就好了 丢人了 丢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